OK, 這是3D Studio Max 的 video tutorial 這個 tutorial 是講 Boolean 的 那是甚麼來的呢 譬如我一開始, 我有一個小盒 我旁邊又有幾個小盒 我複製幾份出來 你見到如是者, 我有幾個小盒 每一件是獨立的 但有時候, 我可能想去做貼一份 怎樣貼一份呢 按這裏, Compound Objects 裏面有一個叫 Boolean 你按它的話, 按我A, 現在這個主體 然後你會叫Pick Operate B 譬如我按, 按下B 你會發覺現在, 它就會變成右鍵 你見到, A 和 B 就貼了 但其實呢, 你再按它的話 你可以發覺, 有很多 operation來選擇 譬如Yulian 就是貼上去 Intersection 就是 A 和 B 貼上重疊的地方 你才要回 但是, Subtraction A 減 B 變成這樣 大那件減小那件 B減 A, 很簡單 小那件減大那件 Cut也不多說 譬如我現在要選擇 Subtract 譬如我想把這幾個洞去 一樣, 我又去到 Boolean再按 再Pick B 今次到這個, 我又是去的 會有一點麻煩 就是如果我再要Pick的話 我不可以就這樣Pick一個 因為它只能夠有兩個 譬如我要再按的時候 我要按多一下Bullion 再Pick一個B Pick一個B OK 那你現在就會見到 它就會 吃爛了 那這個Bullion有一個好處 就是它會幫你刪回線出來 亦都有一個不好處 亦都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的線 你不知它怎樣刪回線 那有時候會刪得很古古怪怪 那你就越來越難搞的了 那你發覺下面有一個 叫Pullion 差不多樣 那我再示範一下 那這個有時候會更好用 我一樣, 我也有一個正方形 有幾個正方形在這裡 往來 我們 複製多份 OK 有一個這樣的形狀 一樣, 我選了A 然後拉到Compat Object Pullion 它有一個就這樣叫Start Picking 那我Start Pick Pick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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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發覺好像沒有了 為甚麼呢? 因為是Interception 那譬如我選擇Ulion 那我按 Change 沒有了 OK, 再來一個 我先開放 按一下 那我再看, 有個Box Pullion 那我現在要 選擇 那我Start Pick 一個 兩個 三個 OK,批完 那你見到它就馬上吃了下去了 那這個就方便一點的 那你見到它有個List在這裏 你見到它有個List如何吃法 那但是它也有一個不知好還是不好處 就是你見到那些線呢,其實它不會和它關掉 那就是說,你這裏的面子 其實已經不是一個正方四邊形 不過就方便一點 那看看自己喜歡用哪樣東西 一樣都是Ulion Intercession的債來的